小姐你这样横冲直闯成何体统 家里能如此到外面切记注意 免得让人看了笑话 母亲你教我怎么插花吧 从她进门那天起就对所有人都保持着距离 有一种说不出的冷漠疏离 今日怎的突然与我亲近起来了 好啊来我教你 插花这门手艺能陶冶性情 正好可以置你这毛毛躁躁的性格 过两天有一个公益活动 我准备与叶浅一起去献血献爱心 母亲我的血型是O型 没错吧 好像是O型 妈妈知道你有爱心 但是你听我说 献爱心不一定要这种 说什么抽血对身体好那都是骗人的 以前我经常在电视上听到 有人去医院献血献出了不干净的病 那太危险了咱们不要去 那都是老黄历了好多年前的事 现在献血都很正规 不会出现那种情况 不行万一呢 万一真出了什么事那如何是好 妈妈好不容易才将你找回来 可不想你出一丁点的事 小锦乖听妈妈的话 好听你的 妈你是什么血型了 我是B型血 哦那看来我的血型是随着父亲了 没错 你爸爸准备让你一满二十岁就成婚 我舍不得 若是你真的喜欢叶琛的话 妈妈也不反对 你不喜欢我与叶琛在一起吗 叶琛是很优秀 但她的家族太过庞大关系复杂 我不想你太累 我只希望我的女儿快快乐乐 我更担心你们的将来 以后万一你们有了什么矛盾 我们也无法帮忙 何怪不得听叶琴说 林婉儿最近是不时上门 想要进入狐心岛 原来母女两人是在打这个主意 恩我明白了 以后我会与她保持距离 其实我与她只是普通朋友关系 并不是你们想象中的那样 妈妈我回来了 林婉儿一走入客厅 正好看到石井与秦婉君两人轻易地站在一起 看着石井脸上的笑容就像是在挑衅 好似在说 你看吧 母亲终究是属于我的 我有些累先上楼了 石井一直注意着秦婉君 将她眼底的心疼与难受 清晰地看在眼中 等石井走后 秦婉君脸上的笑容瞬间收敛 王妈将这盘花丢了 石井上楼摊开手 手心里赫然是一根紫色长发 晚上石井敲响了书房的门 父亲 有什么事 这两天林嘉诚非常烦恼 胡佳不知道用了什么法 打通了京城那边的关系 竟然改变了西郊那块的规划 现在胡佳的危机度过了 林嘉诚这个当初抛弃他的人 就成了笑话 因为那块地能给胡佳带来好几亿的利润 之前所有人都在奉承林嘉诚 如今风头一转 都在佩服胡建军的魄力与手段 父亲可是在为胡佳的事情烦恼 你爸都成了圈子里的笑话了 呵这是怨怪我了 胡佳能翻身哪里是那么轻松的事 背后一定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那块地能赚三个亿 起码百分之七八十都落到别人口袋里 胡佳充其量就是赚个跑腿的钱 不值得你在意 外面的人都还没你这个小丫头骗子看得通透 这可不是我看透 我也是付述了叶四少的话 从叶琛嘴里说出的消息 绝对是真的 胡佳跑前跑后 都是在为他人做假衣裳 你找爸爸有什么事 我听到一则消息 关于港湾那片地界要开发了 如果父亲能吃下那块地 绝对能让林家成为汉城市首富 胡佳就不足为虑 港湾那片地你说的是真的 十有八九 简而这条消息肯定是从叶琛那边来的 远在城市另一端的叶琛 完全不知道自己再一次被过 小锦你可真是爸爸的福星 要是你哥哥能有这样的本事 我也能将公司交给他打理 父亲既然想锻炼他 不如让他参与到这个项目之中 我们占据了先机 可以操作的余地很大 父亲你带着他试着让他参与 等以后他进入公司也是他的资本不适 小锦你要不要一块参与进来 我还小现在以学业为重 爸爸你头上好像有一根白头发 我帮你拔了 好还是你贴心 石锦拿到头发后便找借口出了书房 四日一早便去了医院做亲子鉴定 石锦坐了家籍 就这么在走廊的椅子上整整坐了八个小时 小姑娘你的鉴定结果出来了 石锦拿着犹如千斤重的鉴定单 目光自上而下扫过 最后落在末尾处的 亲子关系概率为百分之零点零九八八八六四七三五 他的目光死死的盯着那细长的数字一动不动 整个人就像是被人定格在原地 一分钟过去十分钟过去 僵直的身体终于动了 石锦眼泪速速落下无声的笑 那笑容四苦四朝四悲四凉四恨 最终闽成一线化为森冷的微笑 你们真的骗得我好苦好苦 怪不得我如何讨好 如何小心翼翼地迎恨你们 你们都对我无动于衷 原来这一切的一切 都是因为我不是你们的女儿 怪不得你们能如此绝情地将我推给成市民 原来我只是你们圈养的脸才工具 林家真是好样的 我明明不是你们的女儿 为什么要接我回林家 让我受那么多罪 我与你们无怨无仇 为什么要如此折磨我 好恨我好恨 他恨林家成的虚伪冷血 恨秦婉君的口蜜附件 恨林婉儿蛇蝎心肠 恨林子明的心狠手辣 恨秦宇的无耻背叛 林家林氏集团 我要让你们彻底在这城市消失 石井去了证券交易所 将之前买的涨上云股票全部抛售 扣除各项费用后 短短一周的时间 直接赚了六百多万 石井正准备离开 秦宇突然走上前挡住了他的去了 小姑娘好巧啊 又见面了 前世他的欺骗与背叛 今生得让他也常常被人欺骗出卖 变得一无所有的滋味 不然太不公平了不是吗 是你啊 上次的事真是抱歉 心情不好 还希望你不要借怀 没事没事 每个人总有心情不好的时候 你上次买的涨上云的股票 真是太牛了 是最近涨幅最好的一只股票 你是怎么知道的 有没有什么经验 不方便说的话也不打紧 我只是太好奇 随口一问 没有什么不方便的 不瞒你说 那日是看到他最便宜 感觉这么低的价格 不可能再跌 既然不会跌 那肯定就会涨 所以就买他了 就是这么简单 那是你第一次买股票吗 其实我的第六感还是蛮准的 第六感 其实那不叫第六感 而是敏锐的洞察能力中的一种 像巴菲特 风行这类传奇人物 都是有强的洞察能力与嗅觉 能比普通更早就到 所以他们才能成为传奇 像我们这些普通人 有些人有 有些人没有 偶尔出现也说不定 这是一种只可疑 会不可言传的奇妙之感 石井含笑看着秦宇 一副乖宝模样 全程安静地聆听着 那专注受教的样子 让秦宇越说越兴奋 小姐 我准备入手这只股票 你觉得如何 不瞒着秦大哥 我今天过来 是将之前购买的股票 全部抛售 为什么这只股票 的是头这么好 还有继续涨下去的可能 电视上的不少专家 也是如此认为 我的感觉告诉我 他要跌了 所以我今日过来 将他抛售 这只是我个人的感觉 秦大哥要不要买 你自己决定 若是问我的意见 我是不建议 他这一番推心致富 毫无保留的作风 赢得了秦宇的好感 秦大哥我还有事先离开了 好有事我们电话联系 石井转身的瞬间 脸上的笑意全无 他必须要在最快的时间内 完全取得秦宇的信任 有信任后 才能进行下一步计划 才能让他痛彻心扉 让他生不如死